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公共的是你我的事 欢迎收听公事好好说 公司好好共 公司好好共 本节目由高雄广播电台与国立中山大学公共事务管理研究所合作直播 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听收看公事好好说 此节目是由高雄广播电台与国立中山大学公共事务管理研究所联合直播 那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主题是这个迈向永续 节能减碳与历史环境 那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 中山大学公事所的助理教授谢旭生 那今天我们很高兴邀请到三位来宾 在这个环境的这个不管是食物面或是过去的这些历练上面都有非常深厚的资历的这个来宾 那首先是这个高雄市环保局的副局长 陈林华副局长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那以及我们的地球公民基金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我们台湾的公民团体 那李根正执行长 主持人各位听众们大家好 那以及这个我们也是非常关心这个环境议题的这个高雄市议员吴亦正议员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 那我们谈论这个主题的这个原因在于说 就是我们其实慢慢的可以感受到这个全球气候的这个日渐的异常 那我们可以发现说这个过往的这个生态系统 其实我们在这边在谈论的时候呢 就是我们其实也不用太特别去区分说 生态环境或者是说这个这个人居的这个环境 因为其实我们可以发现这个是怎么样互相影响 那彼此可能不能够切分 也就是说我们是在一个地球上面的一个这个共同体 所以我们大概是讲说这个环境的时候 其实就包含了这个这个所谓的这个生态的环境 或说自然环境以及这个人居的这个环境 那在这个国际上面已经也提出了这个 就是说对于这个近年来的这个气候变迁的一个警告 那这个警告是关于什么呢 就是关于说这一个 关于这个大雨 豪大雨的这个加剧 或者是说这个热浪 热浪加剧的这个情况 那这个气候变迁 它会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威胁 那以及我们相关的这个政策又要怎么样子去因应 就是包含这个国际上有一个这个目标 那我们在作为这个一个国家 或者说一个地方的这样的一个政策上面 应该怎么去做出这个调试 那再来就是说也不光只是说政策上要去作为 那我们作为这个民众 那我们日常生活中应该又要怎么样子去作为 那也就是说我们今天非常欢迎这个 非常欢迎邀请这个关心自然环境 或者是说关心这个生态环境的这个听众朋友 那一起来收听我们的这个节目 那首先我们想要来谈谈说这个气候变迁的趋势 那到底什么叫气候变迁 就是它有那么样的一个深切在我们的生活周遭吗 我们感受得到它吗 还是说它只是一个就是说一个口号 还是说它是真切在发生的一个事情 那以及就是说如果它是真的话 那已经出现了这个显现出来这个威胁 或者是说未来将要发生的这种潜在的威胁又是什么 那我想首先邀请这个陈副局长 替我们来说明一下说您所认为的这个气候变迁的趋势 以及说我们要关注到哪一些的这个重要的这个课题 那个我想各位听众应该大家都知道 那个大气层中有一些温室气体 那它可以吸收太阳的热量 等到太阳下山之后 那地球不会急速降温 这也是地球适合人类生存的一个环境 重要的一个因素 但是一旦人为的行动造成大量的温室气体产生 那地球的温度就会不断的增加 那什么叫做人为的温室气体 就是像二氧化碳甲碗 氧化亚旦以及福禄化碳等等 那尤其是二氧化碳工业革命前 它的大气层中的浓度大概是275ppm 现在已经到达了400ppm 那这是300万年前 300万年来未有的一个高峰 那使得地球上表面吸收 比过去多了很多的一个热量 让地表升温 那地表升温会造成什么 就是大气中的 还有海洋中的温度提高 那也就是让整个降水的模式改变 所以大家有看到的 就是一个极端气候 包括热烂 干旱 生命大火 暴雨 跟水患暴雨等等 这些都已经造成人类 一些灾害的产生 那我想大家应该都有听到一些新闻 今年7月欧洲还有河南发生大洪水 那造成一些严重的伤亡 那7月初日本的金刚也造成土石流 那有造成人员很多的一个被迫离开家园 那今年6月美西跟加拿大西部 它的热盖现象已经造成500人的一个死亡 那另外还有土耳其 最近这几天的土耳其70处的生命大火 那从国际间再看到台湾 台湾有什么 那我们今年6月之前 大家都应该知道 我们已经要开始来干旱造成一些限水 准备要限水的一些现象 那另外那个我们的雨势 台风也都是一次一次的创下新高 那尤其是在高雄地区 2009年的穆拉克风灾 那严重水患 那我们累积雨量2500毫升 高雄平均雨量大概2000毫升而已 也就是说整个风灾三日的过程当中 降下了一年超过一年的大雨 那造成小林村灭村的这样的一个 不幸事件发生 那隔年的凡纳比风灾 也造成了高雄市市区大量的一个淹水 因为它的湿雨量124 那我们雨水下水道的设计 那个雨量才70毫升 那所以它已经超过了设计容量很大 那也造成了我们大概7天公顷的一个淹水 那这些之外 其实还有一些潜在的一些就是威胁 那比如说IPCC的一个报告 那全球温度升高4度C的话 那整个海平面大概会上升6.9到10.8公尺 那会导致4.7到7.6亿人口的家园淹没 那所以我们知道除了人类之外 其实它也会造成 如果是在四度C的话 也会造成全世界大概六分之一的物种走向灭绝 那所以这个部分应该是气候变迁 对我们整个地球上所有的生命 所造成的一个潜在 还有险见的一些威胁 所以刚刚我们可以知道说 不只是说台湾要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 刚刚这个IPCC它也就是一个跨政府的 气候变迁委员会 那也提出了这样的一个明确的这个威胁的这个 气候变迁威胁的这个显现 那接下来我想要邀请这个李根正执行长说 就一个公民团体的这个观察 就是你们对于这个比较重视的这样的一个 环境变迁的议题可能是哪一方面 那以及它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 不管是人居的环境或者是自然环境的这个威胁 我顺着刚刚副局长的对气候变迁的一些描述 我们可以稍微就是回顾一下 其实短短就是在台湾这一年左右发生的事情 第一个就是刚刚提到那个百年 其实是百年大旱 如果大家有看到那个媒体的话 其实一开始说是56年的大旱 但后来水利署有做了修正 可能大家就比较没有注意 就是说事实上如果我们统计 从1911年开始有气象记录以来 就是到去年年后 然后一直到今年6月以前的降雨量 大概是历史上最低的 那也就是说我们其实刚经历完一个百年大旱 可是这几天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就是淹大水了 昨天其实那个我们有些区域的降雨量 就是一天内就达到这个600多毫米 很惊人 那包括这几天我们其实在高雄 南台湾这些市区也看到很多淹水 那所以其实这种要嘛就是大旱 要嘛就是淹大水 就是这个就是所谓极端气候 那我觉得对其实 对整个那个人民的生活冲击 其实蛮大的 刚刚其实我是那个穿短裤进来的 刚刚看到这个画面有点吓到 哇这是一个录影的场合 然后好像不太适合穿短裤 但事实上没办法 因为如果等一下全身而退的话 大概就是要穿短裤这样子才能 比较不会冰湿 其实这就是调试啦 那除了百年大旱 还有那个就是 另外一个其实是森林大火 森林大火就是这里 就是因为去年就是干旱又高温 一直到今年嘛 所以整个山区整个那个干旱到非常严重 所以加上人为只要有那一点疏湿 它产生的这个影响就很大 所以我们发生了森林大火 然后还有就是高温 那个高温影响的就是跳电 大家就是说因为高温之后人的用电就 就是整个生活的用电都提升嘛 那如果再上台电管理不散 发生了那个人为疏湿 那跳电造成的影响就很大 所以其实整个气候变现的影响已经是 不只是我们电视上看到 而是我们切身的感受 那所以我觉得像现在这种威胁是全方面的 基本上就是威胁到人类的这个生存环境 这就是比较眼前看到 那稍微长远一点 其实大家从以前开始接触一些气候变间的资讯 很容易就知道说 我们有海平面上升这类的问题 那海平面上升 你就会威胁到你的现在的全球的沿海的都市 的一种就是人居环境的影响是非常巨大 那对于物种的冲击 我相信刚刚副机长有提到嘛 那人类正在经历 正在创造一个人类 就是生态史上有的所谓第六次大灭绝 因为前五次基本上都是大自然自己产生的变化 不是因为有人为的力量介入 但是这次的大灭绝是人类造成的 那其实他告诉我们就是说 从200年前的这个工业革命所带来的这种 生产跟生活模式的这个转变 已经危及到人类自身的生存 也危及到整个地球生态环境 所以我觉得这真的是非常迫切的一件事情 好谢谢 那刚刚我们知道说这个气候变迁 它其实是一个连锁的一个影响 那也包含到这个海平面这个上升 那就马上就会令我们联想到说 这个对于人机环境的这个威胁 那这样我们就可能是对于来 对我们来讲可能就会是一个比较 切身感受到的一个即将面临的这样的一个威胁 那其实就是说根据这个巴黎协定的这样的一个讨论 就是说这个全球气候的这个高峰会 那其实就是在于说 如果我们都不做任何的这个节能减碳的这种作为 那在这个世纪结束的时候 那这个海平面他们估计是上升这个两公尺左右 那可以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刚刚陈副局长刚刚也有介绍说 这个他所造成的这个沿海都市的人口的这个威胁 可是以疫来做这个计算 那可以知道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这个课题 那接下来我想要邀请这个吴议员 就是说可以知道过去您也非常关注这个相关的 像是像是绿建材 或者是说这热岛效应的相关的这个法案 以及相关的这些推动 那如果就您的这个考量上面 就是说比如说那在这个气候变迁下 那相关的这个就是说法律上的这些作为 或者是说这个产业上的这些作为 您有提过这个例如说这个游艇的这个产业 怎么样子去因应这个气候变迁做这个调试 那您的看法又是如何呢 因为温室气体它跟空污它常常伴随出现 就是我们的产业生活方式交通它产生了 因为工业产生污染也产生了温室气体 但因为空污大家会比较有感受 比如说高雄空污也严重 还是台中空污也严重 那你那个区域会感受 所以当人民在讨论这个议题 大家会比较敏感 可是温室气体它是全球性的 每个地方制造这个国家制造一点 那但全球影响的极端气候 当然每个地方都会影响 但它人民的感受不会那么强 比如说现在下大雨 它也不会说因为下大雨 是不是我温室排放太高 那我检讨一下 好像人一般人民也感受不会那么敏感 那政府就会很敏感 可是政府如果在如果政府不敏感的话 那如果没有而且没有全部的政府全球 一起敏感一起来面对这个问题 就很难去解决 我觉得气候变迁这个议题 我们在我还记得是2006年 我第一次参加 我听到气候变这四个字 刚好是参加李根正 李老师 那时候他在高雄市教师会 邀请一个台大一个林子伦老师 来谈气候变迁 听他讲完一个多小时 我才真的是 那时候才想可能未来50年的时候 会有极端气候 结果发现已经不到十几年 这个极端气候一直在发生 大家我想市民都会感受到 那一般我们在做这些 面对这些问题 他的警告就是刚刚李老师跟 陈副局长都已经提到 那个整个影响 那其实这个产业 我们在面对这些 大概我们都谈两件事情 一个怎么去减量 我们政策怎么去减量 减量是让我们的温室气体的排放的 恶化速度减缓而已 为什么因为现在的温室气体是工业革命以来 差不多200年慢慢一直累积累积 一直造成的 那所以要减 就现在还没有到高峰 慢慢要减的时候 你要拉很长的时间 我们现在减来不及 不是来不及 已经来不及 已经造成集團气候 但你还是要减量 如果你不减量 那个恶化速度会更快 而且它不是百年 它可能一来就是 就像旋 才旱灾 现在又水灾 可能不该下雪的地方 可能下雪 会下雪的地方 寒带地军会热浪 在集团 已经是在进行中了 所以说 第一个还是要减量 减量就是减缓 那个恶化的速度 这第一个 所以说 很多我们的政策 要怎么 unfold 解能减碳 是为了 方式恶化 第二个我刚刚讲的 极端气候已经造成了 所以说我们的很多的政策 我们的生活方式 我们的产业 现在要去调试 刚刚讲到要穿短裤也是调试 就说面对极端气候会下大雨 那你的住家可能就说 我们现在已经不是说会不会淹水 淹水哪个要下台了 已经不是 淹水之后的迅速的排水是不是很快 就是那个极端气候已经造成 那我的城市的设计 除了一般能够部分能够有紫红池 那些只是减缓 然后让它淹水还是会淹水 那淹水的时候我排水要怎么快 就是我们的思考 已经是在面对这些问题了 就调试 那包括比如说以房子建筑来讲 我们推动力建筑就达到两个 第一个希望它减能减碳 这个本身减少它的耗能 比如说我们推三米深的阳台 这个三米深的阳台就减少 日照到我们的屋子里面 那减少日照时间就降温 降温我们就会减少我们对冷气的需求 那个叫做减量的部分 那因为我要让三米深的阳台 让我住在房子里面会比较舒服 或者随便的高浪 热浪一来的时候也受不了 不管你一直吹冷气对人也不健康 所以说我怎么去适应这样的一个极端气候 就是高热我用什么最自然的不是用冷气 我们现在比如说我们现在推广校园 要冷气双击 但是这个是调试它没办法的 但是最好的方式还是用自然的调试方式 比如说你把绿建筑 把盖更多的树 那个回廊让它加深 树木在建筑的外围 不要让热进来 这些都是一个很自然的调试方式 那让我们的人面对已经下大雨的时候 或者热浪来的时候 我不要用太多的能源 就可以让我的生活又安全 又不要减少太多依赖很多电力的一个使用 这个就是所谓我们要两边同时在走 那确实我们最近敲流产业区 我们现在提到 现在用电量 其实我们的台湾的用电量在增加 增加其实都是来自工业 工业里面又最多的是半导体 那半导体又是台湾的出口的依赖 最重要的一个产业 所以说我们一方面又要扶持这个产业 协助这个产业 但是它用电量又那么高 那到底怎么办 以桥头来讲 一年要增加200万吨 它只能减少 它说我做很多努力 我只能减少10%而已 20万吨 那剩下180万吨怎么办 旧的减不下来 你又要发展新的又怎么办 所以说怎么去 我们提出一个 不是我们 是大家提出一个碳中和 你增加多少碳 你要想办法 产业或城市一起来 让你增加多少碳 我就要减多少碳 至少零排放 那现在这个就是 我们在面对这个极端气候 不管在建筑 在产业生活方式 都要面对这样 从减碳跟所谓的调试去着手 好 谢谢 那刚刚吴议员提到一个 这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就是说这个工业 它的这个碳排放的 这个对于气候变迁的这个影响 那我也想要请教 这个陈副局长说 关于这个高雄作为一个工业的这个城市 那它怎样因应这个气候变迁的趋势 以及这个国际的这个趋势 来提出它的这个节能减碳的这个政策 以及它的调试的这个作为 好的 谢谢 那个 我先回应一下 刚刚吴议员在谈的 就是整个温室气体的一个排放 如果迅速恶化的话 那它会怎么样 那其实大家都以为 温室气体只要我想到 那我开始减 那就没有问题了 但是它减缓的速度不能过度缓慢 那一旦气候系统 它的增温过程 它的速度 减缓的速度太慢了 它整个增温了之后 它会像脱缰的野马 就有点像明天过后 这样的一个场景出现 所以他们科学家们 他们去要求希望在 四季末 它的一个整个温室气 就是地球上的温度 不要超过工业化前的两度C之内 那最好的话是1.5度C之内 那也就是说 今天我们是希望 在整个地球上的温度 能够到四季末 控制在1.5到2度C之内 那所以在2015年 巴黎协定 那它就要求 它所有的缔约国 它要去自主承诺 它到2030年 它的一个减碳的承诺 那所以大概有176个 缔约国家 它提出来的 那他们所提出来 他们减碳的承诺 计算出来 他们要达到2度C的一个要求 几乎是不可能的 就算是这些缔约国 它都已经按照它的承诺去做 那整个到四季末 我们的温度还是上升到2.8到3.5度C 那所以他们就要求 希望能够把这个排碳的缺口 然后来做要求所有的国家 能够达到2030年 那排碳量几乎是2010年 全球排碳量的一半 那来达到这样的一个目标 所有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要去做深度减碳 那在这个部分 其实我也要回到国内来谈 那我们知道台湾是一个高度仰赖出口的一个国家 那现在欧盟他们已经在做深度减碳这样的一个工作的时候 那相对的他也希望能够促使贸易伙伴能够付出 跟他境内产业相同的碳成本 那所以他们就定出了碳边境调整机制 也就是碳边境税 那而且他从2023年开始 那他初期会适用在进口的钢铁铝水泥跟肥料 等等的一个产业 那我们知道那个中钢 中钢铝都是我们高雄重要的产业 那而且他们2026年 他们就会开始正式实施 要他们去向欧盟购买 那个CBAM这样的一个凭证 也就是碳边境税这样的一个动作 那这会马上冲击到台湾的一个出口 所以那个环保署就开始尽速来修正 我们的温管化把它改成气候变迁因应法 那而且我们也要对碳来进行定价 那甚至要来征收碳费 那就是赶快能够来让我们这些产业 能够来提早因应 那所以在这里头 以高雄我们是钢铁石化传产 那个一些高污染 高排碳这样的一个城市来讲 那我们的一个永续发展的概念 会建立在一个产业转型优先 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 那所以市长他上任之后 他提出四大优先 那刚刚讲的产业转型优先 增加就业优先 交通建设优先 就是大众运输 那另外就是改善空污优先 那我们是希望能够把我们的产业 来把它转型成为知识 还有那个科技的一个产业 然后能够让我们高雄市 未来的一个产业发展 可以来进行转变 然后来带动整个城市的一个升级蜕变 那我们现在高雄市 为了这个永续发展 这样的一个大目标之下 那我们也着手完成了 我们的一个永续发展的 一个志愿检视报告 那我们预计下个月 会向全球环境策略组织 那个IGES来提出报告 那现在目前是22个国家 有提出这样的一个报告 那我们高雄市算是也蛮前面的 来做出这样的一个反应 那所以刚刚有提到 在产业转型的部分 那其实我们是希望 能够把我们这些钢铁石化船长 这种能源 支援密集 能源密集 还有高碳排 高污染 来调整整个产业列的一个结构 转型成为创造与知识 还有科技导向的一个经济体系 那城市长上任之后 那推动包括园区开发 转型高阶制造中心 那我们也在亚洲新湾区 来建置5G AIOT的一个创新园区 那设置高雄智慧科技 创新园区 那我们是希望 以产业转型下的经济发展 来作为城市转型 它的一个动能 来重新建构 我们整个城市的纹理 那另外 我们依据了经济部 循环专区的一个试点计划 那我们以结合了 大林浦千春计划 来建构新材料 循环产业园区 那在这个园区里面 我们会引进了 新材料的一些产业 那我们知道大林浦周边 有我们的中钢 还有中油等等 的一些 还有大林电厂 这些既有的一个产业 那我们透过 厂商之间的一个合作 把园区内产生的一些 那个废料 或者是副产品 然后跟产业所需求的一些 原物料 还有热能等支援 能支援来作为一个整合 交换再利用 然后来形成一个 循环产业的共生聚落 那另外一个部分 其实刚刚吴议员也有提到 就是说我们高雄市 我们这些既有产业 其实我们的一个碳排 是非常的高 那以高雄市来讲的话 那我们的碳排量 大概是我们那个 整个台湾产业的 台湾所有的碳排的五分之一 那所以为了要让这既有产业 能够来转型 所以我们也推出了 高雄市环境管理 自治条例 那针对这些高碳排的一些业者 我们希望他能够来做自主管理的 一个减量计划 那来进行相关的一些减量 那在能源部门的话 那我们也配合了 整个国家的一个绿能政策 那我们就是希望在2020年 那个我们现在目前 整个设置的容量 已经是5.57GW 那我们希望在2025年 能够达到1.5GW 来建构我们台湾的一个绿能 这样的一个产业 那另外在太阳 就是风电产业的部分 那我们也结合中钢的Winting 跟台船的Marinting 那还有中钢子公司的新达海基 来成立的离岸风电水下基础的一些厂房 那我们可以预期就是说高雄市 未来也会作为一个离岸风电的 重要的一个供应链 那这个部分算是我们高雄 最主要的一些 就是说比较大的一些政策 那另外就是说 其实我们是温室气体的一个排放的部分 我们是有六大部门都有在做 那所以 整体的趋势大概就是说 这个碳的这个部分会被国际去检视这样子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们等一下后面继续来看一下说 这个高雄后续在住商啊 或是其他方面的政策 好那各位观众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 欢迎稍后再回到我们公司好好说 谢谢 白天黑夜 我们永远陪在你身边 高雄广播电台 FM94.3 COME ON YO 聪明用电不尝试 节电招式交给你 冷气26到28 搭配绿网固定席 老旧家电就换新 任名标示最放心 手足合博最开心 YO YO 聪明用电好习惯 随手关灯一指按 带机电器定时关 冰箱储藏8分满 做好做满No.1 更多节能小PayPal 请上节约能源圆区网站查询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遇到下雨天 用路人要减速慢行 以侧安全 平常骑脚踏车通勤的朋友 选择雨衣是一门学问 雨衣过大的衣帽容易遮蔽视线 太长的衣摆容易绞入车轮导致危险 所以在购买雨衣时 要选合身长短适中的雨衣 也不要贪图一时方便 用单手撑伞骑车 以免发生危险 雨天骑单车 减速慢慢行 高雄943关心灵 亲爱的朋友 您居住的地方 是否属于土石流的危险区域呢 告诉您如何判断 其大危险警讯及时远离灾区 住家附近有小野稀 山上曾发生过土石摊坊 邻近地区曾发生过土石流 位于公告危险区域内 附近道路 房屋墙壁有异常裂缝 挡土墙 堤防有异常军裂 坡地上植物 电线杆等标志有倾斜现象 如果居家附近有以上警讯 请多注意居家环境变化 避免土石流带来灾害 高雄943关心您 大家好 最近身体有状况或慢性病情不稳定 请在身体状况较稳定后 再安排接种 也请多观察长辈接种后 是否有不适反应 如果症状持续 或两日内没有好转 请尽快就医 有政府请安心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与机关署提供 随时陪伴着你 你最好的马迹 空中传练一起 分享点点滴滴 九十三 九十赞 九十三 你最马迹的电台 公共的事 您我的事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高雄广播电台 与国立中山大学 公共事务管理研究所 合作直播的 公事好好说 欢迎回到公事好好说 我是谢徐生 以及我们的来宾 高雄市环保局 陈林花副局长 是 以及这个地球公民基金会 里根政执行长 以及我们的高雄市议员 吴一郑议员 刚刚我们的前面的节目 谈到高雄市的产业上的 对于气候变迁的 因应作为 对于这个碳的 国际对于碳排放 产业的生产碳排放的检视 这个检视也变成是说 在台湾内部 他也必须要重新再去调整 这样的一个 对于产业生产所排放的 碳的量的检讨 我们再请陈副局长这边 对于说刚刚的整体的 产业调整的方向 还有这个就是说之后的这个趋势 帮我们做一个这个规结这样子 谢谢 是那个 其实应该这么说 我们高雄市 那个我们这些钢铁石化跟船厂 那这些产业 那对于他们 其实这种基准的产业 那我们是透过协助辅导 让他们去以自主管理计划的 一个方式去做 那对于新兴产业 其实环保署 它定定有 就是温室气体排碳 增量的一个抵患原则 那它的一个抵患原则下 未来新设的一个产业 那它必须要采行 最佳的一个可行技术 那而且要承诺 在整个营运期间 它要进行增量部分的一个碳抵患 每一年要10% 而且要连续执行10年 那也就是说 产业 未来的一个产业 我们尽量能够来 就是 控制 它的一个排碳量 在一定的之下 那以高雄市的一个 过去减量的一个成果 其实我们到2019年来讲 那我们的一个 整体的一个碳排量 排碳量 是5589万吨 那相对于2005年 是6600万吨 这样来看的话 我们已经减碳 那个1000万吨了 那我们减碳的一个幅度 已经到达了15.5% 这样的一个减碳量 那我们希望能够持续去做 这个就是整个产业的一个转型 还有能源的一个转型 能够让这个整个碳排 能够尽量往下降 那当然我们在这里 也会辅导我们境内的一些厂商 包括整个国际的一些趋势 如何来做碳镜价 还有一些减碳 实质的一些减碳的一些行为 这个部分我们也是会后续来努力 好 谢谢 那这边我想要请教这个 这个里根政执行长 但事实上就是说 如果我们回顾一下 整个台湾减碳的一个 因应气候变迁的这件事情来看 事实上是不及格的 就是说1997年 京都已经通过之后 台湾1998年就陆续续 大概每隔几年都会开一个 全国能源会议 能源会议其实都会提出一个 减碳的目标出来 但事实上 不管哪一朝的政府 基本上都没有做到 整个台湾的碳排还是持续在成长 那是因为金融海啸之后 08年之后 就是基本上处于一个 比较持平的状况 所以严格说 台湾的减碳有成果 并不是一个所谓 自己很用力去做 而是整个趋势上面 经济情势的改变 所以使得我们的碳排 没有再持续的大幅的成长 但是等于是说 当世界主要国家 很重视碳排这个议题的时候 我们停留在政治宣传跟口号 没有认真在做 那所以其实我们 整个台湾过去减碳的成绩 其实很糟糕了 那现在其实面临的挑战 其实是来自于 这种产业界的 直接的第一线挑战 就是刚刚其实副讲提到 简单讲就是欧盟要课征 对输入产品 输入所谓碳关税 那碳关税这个东西 当然牵涉到就是 背后你对碳的定价是多少 那欧盟国家的碳定价 都比台湾高很多很多倍 现在台湾正在讨论的 那个碳定价都很低 但是问题是你在这边低 你变得要磕碎给别人 缴税给别人家 所以其实对整个台湾的 产业竞争力来讲 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所以现在碳的议题 为什么开始受到重视 并不是说真的台湾志愿性 好像很努力要去做这件事情 坦白讲是国际的竞争压力 不得不去处理 那另外就是国际间 有个很大的变化是 在川普总统当美国总统的时候 其实他不太承认 气候变界这个事 所以退出巴黎协定 但是那个拜登政府上台之后 整个全球 其实在美国这个拜登总统 很重视这件事情情况下 加上欧盟的脚步加快 所以其实全世界很主要的国家 都陆续宣布 就是从2030一直到2060左右 都有所谓的净零排放的这个承诺出来 那跟我们来讲 就是最指标的国家 其实就是日本跟韩国啦 连日本跟韩国都宣布2050要禁零裁放啦 那那个中国 我们那个最讨厌的那个中国 中国是2060 台湾目前为止没有韩 总统在几个月前才有宣示说 看起来好像我们不得不去面对 这个2050禁牌 那也就是说蔡文总统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 而且他某种程度宣示台湾也往这边去走 但是相关的政策 入境跟配套实质规划 其实严格说还没有出来 所以我们现在其实是面对整个国际的趋势 我们主要竞争对手都已经宣布2050要禁零 那台湾要怎么办 只好跟啦 然后第二个部分就是说 台湾其实主要碳排放的这个制造业 大概占了排放的大概五成以上啦 那其他大概就是交通跟住商嘛 那这个 这个所以制造业其实是非常关键 又关系到我们的命脉 可是制造业的排放前十大基本上就是什么 石化 台数就占了四个 前十名台数就占了四名啦 然后呢 大概就是钢铁业嘛 中钢跟中龙钢铁 中钢有个子公司在台中嘛 然后再来就是这个电子业台积电嘛 然后水泥业 就这几个主要的碳排放业 说实在就是过去 我们几十年来不断在呼吁说台湾要产业转型 这些高台派的这个产业要做出调整 但是事实上都没有调整嘛 这中钢又是大台放户又是大污染源 可是你看他在高雄所享受的待遇 每次叫他减碳减污他就在那摆老大 阻挡各种各种 包括我们最近跟高雄市政府在讨论那个 中钢的排放标准 他就是硬的硬的就是不可能 不比就是台中台中高啊 我们的排放标准还比那个 有些标准某一些项目还比台中落后 类似像这样的问题就是说 事实上我们已经到了不能不调整的这个地步 可是事实上 现在这些产业界或政府 基本上属于一种非常被动的 这种姿态在处理这个问题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是蛮严肃 因为我们跟包括吴委员刚刚说06年 这个事情我们喊了不知道多久 但事实上政府的作为坦白讲是蛮失望的 那当我看到省市长上任之后 有提出了一个很重大的一些 想要做产业转型的这个政策 我们基本上是很支持的认同说 这个方向是对的 但是我要提出两个案子 提供给大家参考就是说 最近其实那个 就是说那个桥头科学园区正在省 那我相信对高雄的就业 我们一直很期待就是说 提高那个就业的薪资 这点我们很清楚 就是说像半导体产业 就是带动了一个整个薪资的这个高度 因为我们现在奉章测试 会比那个半导体再低一点 所以是需要没有错 但是我们喊出了口号 我们不是反对桥科 我们说重新设计桥科 是不是能够把政府现在正在推动的所谓循环经济的概念 真的让这个成为一个就是 整个那个产业的这个就是不要产生空屋水屋废弃物这部分做一个好的循环 然后再来就是说我们希望在桥头科学园区里面的有机农场 跟有机农户能够能够确保就是说你在设计的时候要考虑进去 最好有一部分能够共存 那这其实是我们在持续讨论 包括碳排等一下吴议员会讲 就是说我们不是反对这些开发 而是说你这些开发案真的要落实到国际这些减碳的趋势 跟我们城市里面自主想要发展那个产业转型的那个方向 要能够结合起来 不能纯粹变成是一个口号 那这是我们的期待 然后第二个部分其实刚刚副理想提到就是说 在大林浦那边有一个叫做新财量循环园区 那新财量循环园区我们其实有个期待就是说 他现在准备要进行所谓第二阶段环境影响评估的这个范畴界定 就是要评估哪些项目要做一个范畴界定的讨论 那但是我们发现说现在目前至少我们看到的报告数 坦白说比较没有循环经济的概念在里面 对我们来讲现在看到顶多只是说好像 把现在的领海工业区往南延伸的感觉 中刚再往南延伸一点 然后终于往南延伸一点 就是到底你的循环是什么 新材料是什么 目前坦白讲如果从初步看到的环平相关的规划 是看不太出来 所以我觉得而且要大林浦做那么大的牺牲 我觉得在产业转型上真的 就是要有一些比较具体实质的规划 这是我们的期待 就是说当然现在大方向好像我们其实是跟市政府蛮有共识 就是产业转型是很重 因为这个真的是含了几十年 但是在实质落实上我觉得有太多的就是进行公共讨论的事情 政府要去回应这些事情 好谢谢 那接下来我也想请教这个吴议员 就是说就解的减碳这个部分 就是您对于这个相关的这个政策上面的这个看法 以及需要怎么做调整 刚刚李老师讲一次很有意思 我们跟市政府的目标 共同目标都一致 可是搜寶完全没有共识 认识都不一样 那比如说以乔科来讲 他一年增加两百万吨 然后新增加两百万吨 他承诺说要每年减十% 然后连续十年 那意思说十年之后就不减了 问题是你的排碳量还继续增 你是每年新增两百万 那你每年减少十 就是每年减少二十万吨 你二十万吨不是减十年就没有 他是每年两百万吨两百万吨两百万吨 每一年都两百万吨 你每一年减二十万吨 那剩下一百八十万吨怎么办 那我想这个世界上就是为什么现在欧洲 欧盟本身就更积极 就是说推动碳税 这个2017年的 其实诺贝尔经济得奖 得主他就是说 要解决气候变迁 就是要碳税 那我说这个不用诺贝尔奖 这个老师 这只要专科 你财税都知道 透过税就可以解决这些问题 那这个税 那我们讲税说 那我讲 我讲的说 比如乔科很认真 他们也认真 本来要两百四十万吨 他透过一些政策要求 减四十万吨 那还是两百万吨怎么办 我刚才讲的探重是说 我们要产业 那你能够减 尽量减 你减不下来怎么办 其他人帮你减 高雄市可以帮你减 每一个市民可以帮你减 那你必须要付出这些 你两百万吨的这些 你减不下来的这些费用 看要怎么磕生 那这些费用 配合政府的政策 然后让市民 比如说我们的绿色 比如说我们现在的 比如说我们这次疫情期间 公共脚踏车骑的很少 可是共享交通工具 电动机车 使用力就相对就增加了 那如果有更多人去骑 所谓的电动脚踏车的话 整个碳排相对就会减少 那大众运输也是 那包括我们的 比如鼓励太阳能 那每个家户还可以 太阳能的补助 或者你要吃绿污点 那个都是对于减热减碳 或者城市帮忙种更多 有计划的种树 可以碳汇减少碳汇以外 包括减少我们的热岛效应 它可以一举速的 那这些厂商是没办法做的 是市政府要提出 这些政策选项 然后让这样的话帮忙产业 我增加200万 增加了100 净增加180万吨 那我透过这样的一个支持 我又可以减少 180万吨的做法 这样达成所谓的碳平衡 这些都是比较聪明 有智慧的做法 但是政府本身 包括中央 包括地方 而且跟党派没关系 就刚刚李老师讲的 不管谁执政 好像对这个都没有 台湾目前这十几年来 都没有提出很具体的 这其实高雄这几年的减碳 我还会了解一下 它是因为减污 然后伴随 那减碳是副作用 副作用是好的 副产品 因为要减 因为要求它减污 所以减造排放 就顺便CO2 温室也排放 并没有我们针对温室气体 提出什么政策 所降低的 这是我们最担心的 那乔哥 其实200万吨 对高雄来讲 相对是 不是那么大 刚中刚就2000万吨 那一个乔哥才200万吨 但是你旧的要降下来 你新增的要控制 所以说才能剪 那如果说一个新增的 新的产业 我们不要求 没有这种期待 没有这样的做法 那你旧的怎么剪 你新的 你连新的都剪不了了 那你旧的怎么剪 那就大家等着 一起跟温水煮青蛙 全球一起 就一起沉默 所以说2012的电影 什么明天过后 这些都事情 陆陆续续续续续续 在我们的生活中演出 那所以说 有效的人的政府 应该要 不只是有 我们有共同的目标 我们应该要 更具体的做法 然后而且是可行的 这样的话 我们的新的产业 转型才会转得过来 否则喊了半天还是一样 这是产业 多撑个10年 20年 整个地球的暖化 造成我们的 损失的比那个更多 我补充一点 那个栗正兄刚刚提到的 就是说我们在评论 这个政府的这些减碳 我要补充一点 就是说在2016 那个蔡政府上台之后 在能源转型上 我自己认为在近年来的 如果因为能源转型上面 当然我们一开始提的是 主要是收非核 但事实上最关键的 我觉得它其实是减碳 那2016这个能源转型 我觉得是在历任政府 来一个蛮重大的突破 至少设定了一个 再生能源2025 20%的这个目标 所以如果客观来说 就是我觉得2016 蔡政府上台的 这个能源政策 在减碳这件事情 相对而言是比较具体 而且又前进的 这一点是要给它肯定 而且确实我们现在 正在面临就是2025 就是要迈向20%的这个挑战 其实还蛮大的 有很多事情需要处理 那但是如果从产业政策来讲 确实就是说 这是比较弱的这一环 好谢谢 那个这样好 我大概回应一下 就是说其实在减碳的部分 那个当然外部 就是在欧美国家 其实他们对一些供应链 他们都会有一些 就是你自己本身产品的 一个碳排的一些要求 那这个部分 他们会去进行相关的减碳 那另外就是说 在高雄的部分 其实我们制定了自主管理 温室气体自主管理计划 也就是说 今天我们要要求 这些产业 它要设定目标 那设定目标 它要去实时 实质的一个减碳 那如果减不到的话 那其实我们也是 希望它能够 以外部减碳的一个方式 那我们高市府 会来进行相关的一个媒合 那也就是呼应一下 刚刚吴宇员讲的 就是可以作为一个 就是外部减量的一些 媒合的一些工作 那这个高雄市政府会来做 谢谢 谢谢 那刚刚提到这个减碳 这边是一个重要的一环 那当然另外一部分 也是在说那其实这个 包含这个绿色消费的这个部分 那其实也是在产业以外 蛮重要的一块 那近来我们可以看到台湾的 这个相关的这个减碳政策 也有在做一些调整 和这个对于这个气候变迁的这个因应 包含这个塑胶带的这个 这个限制 或者是说这个垃圾的这个相关的 这个分类和减量的一些作为 那这边我们可以来看 精简的来去看一下 就是说这个 请这个副理长这边来介绍一下 说是大概是怎么样 主要的哪一些政策是 目前正在推动 以及它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挑战 可能是什么 我先讲一个背景的资料 就是说高雄市的资源回收率 从2011年的41% 到2019年提升到57% 也就是说我们整体资源回收率 已经提升了16% 那我们今年上半年 那我们本市的支收率 也来到了61.52% 是全国第三名 这是我们的背景 那其实整个垃圾分类的一个政策 环保署从94年 开始推行强制的垃圾分类 那我们现在几乎民众 都会要求它去落实 包括深熟厨余 那他也必须要把它分类出来 每天我们一个礼拜 有收五天的一个垃圾收集的时候 他就可以把它拿出来 那另外也有一些废纸 塑胶 废铁这些等等的 我们一个礼拜大概支收的部分 是一天到两天 大部分都是两天 那另外就是大型家具的话 我们也有在做回收 那但是他要透过 跟区队来联系 那我们会去再运 如果没有垃圾分类的话 那我们就罚1200到6000的一个罚款 这个就是一个强制垃圾分类 那另外我们就是环保局 现在目前在做的 过去分类的这几项 我们希望能够再做更深的 能够来达到整个细分类 到达53项 那到达53项的部分 可以让整个支收物 它的一个精度提升 那提高回收的一个价值 那他后续回收之后的一个应用 也会更好 这是我们目前在推的一个计划 那另外就是说 其实我们以垃圾焚化之后 我们把焚化的底渣 全部可用的物质全部回收 那到最后那些石头 跟那个细砂的部分 其实我们也把它分离出来 作为一个再生力量 那我们用在我们的道路工程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垃圾 其实是走向一个完全回收 这样的一个制度 那在线索的部分 其实从2002年 环保署有列管了七大类 两万家 到2018年十四大类 十万家的业者 他都不能提供塑胶带给民众 也就是不能提供免费塑胶带 那其实在这里 这个部分我们做得更深的 我们是希望说 能够来诱导民众来用环保带 所以我们也有跟量饭店做一些合作 能够让他们做 就是把这些塑胶带 把它换成环保带 那我们会提供一些奖励措施 那另外就是说我们也推 就是那种一次性的一些餐具 那环保容器的一些租赁的一些做回 那甚至我们去辅导一些商圈 夜市 能够来把这些一次性的一些餐具 能够来把它减量 那这个部分 其实我们都有一些相关的计划 正在推动 谢谢 那这边请这个里根的执行长 就是说对于这个减速的这个政策上面 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看法 这样子 我觉得多个公众朋友有看到 最近的一个蛮重要的产业新闻 是台数公司宣布 2025要停止生产一次性的塑料 这其实是蛮震撼的新闻 那其实我们对这个台数这个举动 当然是就是表达就是 就是这是个对的方向 那他表示一个东西 告诉我们讯息就是说 整个那个塑胶产业的源头减量 其实是蛮关键的 然后第二个问题 其实这个疫情下 其实就是因为很多的外食 我们是尽可能家家里煮 那但是对一些小商家来讲 很需要外食的支撑 那人民也需要 人民跟我也需要 可是这个疫情下 应该增加不少包装的垃圾 我觉得怎么样去克服研究 去从源头去思考 这个包装的减量 还有就是从循环经济的角度 去再利用 整个循环的利用 我觉得其实是解决这个问题 总怕最无解的啦 那人民个别的生活的改变 我就分享一点就好 其实我大概从结婚以来就是 都是常常在市场买菜的人 那实际上我不太喜欢去超市 因为超市每个东西都包好 其实超市更不环保 因为每个东西都包装好 但是在传统市场我可以自己选择哪些要自己 就是自备这些勾 就是塑胶袋也好或者是盒子也好就可以去买 所以人民的那个生活行为的改变 我自己在传统市场看到就是自备购物袋的这个比例还是相当相当低 我觉得这方面其实还有很大的就是教育方面 或者大家行动上还是可以做出蛮多的改变 那大概总结一下这个今天的这个 我们可以看到说政府其实对于这个气候变迁的这个观察 其实刚刚的这个讨论可以看到出来必须要是比较敏感 因为这个气候变迁的这个 比如说的造成的这些原因怎么样 就是他们是彼此互相共享或是影响 就是说我们没办法很明显的判断说 这样的一个气候的变化是由谁造成的 可能是共同造成的或是交互的这个影响 所以这个政策上面来讲 它可能就是必须要去有一些敏感的这些因应的作为 那当然其实政府这边要敏感的个人 其实人民的这个日常生活上面 其实就像刚刚李自信长讲的 就是说其实个人这边的对于这个环境的意识 也应该要是敏感的 这样子才能够达到这个我们永续的这个生活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 那告尾声呢 非常谢谢今天的这个来宾 陈林华副局长 谢谢 那以及我们的李根正执行长 谢谢 那以及我们的吴义正议员 非常谢谢 那公事好好说节目 我们下回见 公事好好说 节目由高雄广播电台 与国立中山大学公共事务管理研究所 合作直播 每周一下午5点30分 进行到6点30分 谢谢您的收听